我也替在祖国大陆生活发展的这些台胞们来报区 因为毕竟在祖国大陆发展生活的台胞 比金门多了几十倍 它的需求也是相对的非常重要 就像这次过年一样 大家都要用更高的经济费用去购买机票 发更多的时间到其他地区来中转 回家去跟家人团聚 来过年 所以说这个东西造成 我们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非常非常的不便 而且我也积极地呼吁说 民进党当即一定要体系民意 回一趟家真的这么困难吗 这么困难 这么便捷的方式不去做 我们要让很多的台湾同胞 绕到澳门 绕到香港 乃至于有的要绕到厦门 因为现在航点只有四个航点 相对的非常紧张 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难道民进党口口声声一讲道 民生议题 民生议题 难道这个不是民生议题吗 所以我强烈呼吁 民进党政府一定要重视 在祖国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的需求 前面开放小三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